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知道什么是对的 他坚强地走下去 一个人在人间要行持正法 正法就必须要有正信正念 大家记住什么叫正信正念 比方说把别人经常往好的地方想 相信别人一定不会做对你不好的事情 这就是经常把别人用正的意念去想 就是正能量 所以正信正念就是你学佛为人处事的一个基础 修行就要修正自己不好的念头 修行就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什么叫正知正念呢 台长告诉你们 正知正念就是每一天要反省自己 我做错了什么 大家都看见了 大家都闻到了 今天所有的学佛的弟子 我们在人间学的是菩萨 学的是佛 那么等我们下辈子 我们就是佛和菩萨 让我们学佛人在天上见 让我们学佛人在人间像菩萨一样的有爱 用这种大爱来感染这个世界 让世界更美好 让世界更和平 谢谢大家 台长爱你们 台长永远不会不管你们的 希望你们只要好好修 台长不单单拥有肉身 我有法身会保护你们 希望你们好好学 好好听话 有你们的师父在 师父一定不会放弃你们的 除非你们放弃师父 好好听话 好好努力 今天你们多做见证了 希望你们告诉人家 真的有灵性啊 看看了吧 再见了啊 谢谢大家了 师父很爱你们的啊 再见啊 你们要好好爱护师父的话 就经常呢 欢迎欢迎 自己社会的人 做事情要如理如法 明白了吗 所以爱师父的话 爱法门的话 如果不跟着师父好好修 不努力精进的话 实际上 他根本不是爱师父 也不爱法门 也不爱菩萨 因为他就是以外会失去的 就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孩子他很爱爸爸妈妈 但是他老跟爸爸妈妈闹 不听爸爸妈妈的 你说爸爸妈妈以后会把他 放在他的身边吗 放不了了 离开了 要记住 可能他们的理解 是自己以为对的 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 明白了吗 如果你不帮助他们 你就把他们抛弃了 所以不能抛弃他们 要帮助他们 要让他们明白 师父的真正的含义 不能把师父所讲解的佛法 这一句拿过来 那一句拿过来 这就叫断章取义 所以很多人就拿菩萨 过去的佛经 来说这个法门不好 说那个不好 实际上就叫断章取义 我没什么要求 我就要你们好好念经 要听到有人推转了 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了 我嘴巴里不讲 我心里可难过了 就像一个孩子 离开父母亲一样的 这么好的法门 这么几百万的人都说 好 他就没有这个缘分了 他就会离开的了 怎么办呢 你说说看 我真的急就急死了 我可以告诉你 对师父的爱多一点的话 会加持他整个的 那个回家的路的 尊师重道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道 道实际上是佛道呀 尊师就是你 尊重你的师父呀 你去看看过去 还是对老师尊敬的人 哪个没有好的结果的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当年佛装有五百个弟子 最后全部都到天上全了 学佛人永远要精进 永远要往前 所以学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在人间 我们多度人 多救人 自修 自得 我们带着更多的信众 带着更多的伯友 带着更多的未来菩萨 我们一起去见观世音菩萨 所以 慈悲心 可以改变你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学佛 就是要广结善缘 就是要改变别人 我们不伤害任何一个人 我们就拥有了一个缘 希望大家见菩萨的时候 告诉观世音菩萨 我度了多少人 当你们在天上 看见你度的人 都能够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是多么的发喜啊 人生走一遭 短短的几十年 我们还贪什么 我们还求什么 什么不是假的 什么能带着走啊 来的时候空空 走的时候也是空空 居然空 那么我们就彻底的空 因为我们真正的家 而不在人间 那是在天上啊 放弃所有的贪欲 放弃所有的执着 视所有的众生 为自己的亲人 视所有的我们的亲朋好友 全部都为未来佛 我们要有爱心 因为菩萨有爱心 为什么很多人 他求的不灵 因为他的心和佛离得太远 只要心佛合一 你一定有求必应 想一想 佛是什么心 佛是大无畏的心 佛是慈悲心 佛是拥有众生的心 我们不但要让自己修好了 我们更要让全世界 所有有善根的人 全部都能修好 修好了 我们一起走 就像我们今天 参加这个法会一样 我们多么的快乐 我们多么的法喜 我们一定要攀上 观世音菩萨最后的法团 跟着观世音菩萨 能够回家呀 我们好久没回家了 我们失落太多了 我们受的苦已经够了 我们不能再受苦 我们也不想再下辈子来了 所以希望大家借甲修真 让这一辈子就修成 我相信 只要大家拧起一股神 我们说全世界那就是莲花朵朵开 台长现在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包括那些中东国家都有学婆的弟子 所有的国家都有学婆的人 佛法无边 佛海深啊 我们要让这么好的哲学 这么好的理论 这么好的国法 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佛祖 实际上 牧尼佛当年到人间来弘扬国法 吃尽了人间的苦啊 给我们带来了国法 让我们受益啊 让我们见得多少人学佛受益啊 我们要学着佛陀的精神 用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照着我们心中的本性 良心 善心 和最拥有的慈悲心 继续地帮助别人 我们要用小乘佛法 作为自己学佛的基础 要用大乘佛法 让众生全部归翼净土 因为我们拥有了人间最神圣的智慧 那就是佛的智慧 因为我们今天学佛了 我们的过去已经是过去了 我们过去的苦痛 我们过去做过的业障 我们全部都要消掉 永远要记住 要去除旧业 永不造新业 你就能上天 阿弥陀佛讲的 带业往生 并不是指的 你要带新业往生 指的是 你可以在 没有造新业的情况下 在消除旧业 没有完全干净的时候 你可以带业往生 所以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永不造业 连脑子里的一丁点的私心杂念都不要有 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干净 真正的是学佛人 人间就是一场戏 很快的就会结束 而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不会下去 我们永远不会下台 为什么 我们是回天的 最后台长 恭喜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